什麼事說 你想加心 你也算是一個誠實的好孩子 但是 論年資 論業績 理想加心 還直接跟我講 你知不知道跟你同期進來的天后 他現在的業績是你的兩倍 兩倍 兩倍耶 他每天都在想著如何穩定客戶 結果你卻正來跟我說 理想加心 現在回去跟我公開 你來快一年了是吧 對 我看你這一年的考核不錯 上個案子處理的也不錯 所以你說這句話的意思 是在暗示我什麼嗎 你是不是在暗示我都沒給你加心啊 蛤 哈哈哈哈 我說啊你這個人也太不會看臉色了吧 日本客戶現在剛好來喔 全公司馬了雞飛狗跳的 你在這個時候跟我來說你想要談加心 好啊 你來的剛剛好 你知道嗎 給日本客戶的企劃案情 亂七八糟的 你要怎麼交給人家 蛤 這些全部都給我做好之後 再跟我談加心 啊 上半年業績報表啊 欸 不錯喔 你上半年每個月都有達標 而且平均都超出了二十八 所以 我做這張報表的意思是 你希望幫你加心 哈哈哈哈 欸 我說你很有種耶 你自己還做圖表給我耶 哈哈哈哈 真的是啊 膽子好大喔 哈哈 你知道嗎 你這麼說你是第二個人耶 因為第一個人已經不在公司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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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還是非常欽佩你的勇氣 很好 哈哈哈哈 為了鼓勵像你這樣子優質的員工 我決定要做點改革 看好了 我們就把下半年的目標提高到這個地方吧 我們就稱之為沒有鏡頭的零 還有所有人呢如果要加心的話 你的目標就達到這裡再說吧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這麼有實力 那當然要提高目標一起前進啦 從今天以後 一起為公司努力好嗎 衝衝衝 現在就去啊 去 你